第761章 新绰号 苏一眼 这一次去客店工厂 苏木没有像以前那样土盾进去 直接和菲利他们披上战术斗篷 便从同学们的眼皮子底下进到了客店工厂 经过圆桥秘境的魔力 苏木他们现在的藏匿本领早已是今非昔比 对徘徊在客店工厂外面的同学们来说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进到客店工厂内 苏木立刻脱下了战术斗篷 打开几只伸展魔包 把在里面挤了一路的小妖都给放了出来 其中有两只伸展魔包 凯文和叶卡捷琳娜界的 因为一只根本装不了这么多 等有时间了 得把这伸展魔包改良一下才行 苏木摇摇头道 被放出来的小妖们睁大了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客店工厂里的情况 同时贪婪而激动地吸收着灵气 客店工厂怎么说 也是坐落在青城山修真大学的校园内 灵气的浓度和纯度要比其他地方高许多 更不要说是跟灵气狂暴的圆桥秘境比了 简直是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到了这里的小妖 感觉就像是掉进了蜜罐里 一个个都惊喜极了 感觉之前那些冒险全都值了 苏木他们刚到工厂 负责安保工作的苦损就察觉到 并打开了竹门 此刻他一边给欧阳和图山松发信息 一边从地底下钻出 恭敬问候 老板 您回来了 一段时间没见 苦损感觉老板身上的气质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越发地逼人 让他越发恭敬 不过老板的帅气 却是一如既往 回来了 最近工厂没什么事吧 苏木笑着问 一切都很顺利 那就好 见苦损的目光 一直在往小妖们身上描 苏木便介绍 他们是我新收的员工 以后就住在工厂里了 你这个保安部长的手下 也将从他们中诞生 苦损听到这群小妖中 会有保安部的成员 顿时热泪盈眶 太好了 我一定照顾好他们 心里面则在感叹 我这个保安部长 当了这么久的光感司令 终于要有手下 真是媳妇熬成婆 太不容易了 她看向小妖们的目光 立刻变得温柔了起来 并嘘寒问暖 打算先跟小妖们 把关系处好 再从中挑选出 想要的手下 蛤蟆欧阳和屠山松 在接到了苦损的消息后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远远瞧见苏木 就激动高呼 苏木等他们跑到近前 才笑着点头 我听苦损说了 这段时间 你们把工厂主持得不错 我们在圆桥秘境里 也是全靠你们 及时提供法器和丹药的支援 才能一路走出来 听到夸奖 欧阳咧嘴一笑 非常高兴 张嘴就要说几句谦虚的话 屠山松抢在她之前 开口道 老板过奖了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工厂有老板 留下来的规章制度 我们只需要照章执行 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一切 都是老板您运筹帷幄的好 欧阳愣了一下 也反应了过来 急忙点头附和 对对 老板运筹帷幄的好 苏木失笑摇头 抬手指了指图山松 你这老狐狸 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拍马屁 行了 该你们的功劳 一点也不会少 我难道还会跟你们抢功不成 他把手一扬 就有两只被密封了的使馆 飞向了欧阳和图山松 等到两个精怪接住 定睛一看 呼吸全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两只使馆里面装着的 都是古的神龙血 而且还不只是一滴 欧阳和图山松大喜过望 连声道谢 旁边的飞里等精怪瞧见了 也不羡慕 他们这些跟着苏木 在圆桥秘境里面 出生入死的精怪 早在回来的路上 便得到了苏木的奖赏 苏木摆了摆手 笑道 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们尽心认识 奖赏我是不会少的 等到欧阳和图山松 把骨的神龙血 小心翼翼收好 苏木才抬手 抑止他新收的这群小妖 向图山松吩咐道 他们以后都是工厂的员工 捏领着他们在场区里转转 把住宿分配了 再给他们讲讲规矩与福利 这些待人方面的活 图山松明显要比欧阳更合适 好的老板 图山松连连点头 跟变戏法一样 便出了一只黄色的小旗 举在手里 招呼着小妖们 各位心爱的员工朋友 请跟我来 我将先带你们去宿舍区 小妖们跟着走了后 现场顿时清静许多 苏木扭头 对菲利等精怪说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这些日子 辛苦你们了 菲利他们没有跟苏木客气 笑眯眯地答应了后 便回到了各自在工厂里的住处 或是呼呼大睡 或是复盘在圆桥秘境里的得失 好让自己能够取得进步 苏木则迈步朝着生产车间走去 欧阳赶紧跟上 路上 苏木问 学校帮忙弄来的军工法器生产线在哪 他们在圆桥秘境的这段时间 学校对客店工厂也是加大了扶持力度 帮忙引进了好几条军工法器生产线 当然 这也是客店拿到了军工法器的生产许可 否则学校就是想帮忙 也没法帮 正是这些军工法器生产线 制造出了加特林菩萨 洞房迫击炮天王 以及装甲战车等等法器装备 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战斗力 否则 就算苏木能够带队从圆桥秘境里面走出来 伤亡的数量也肯定会高出许多 而今 客店生产的这些军工法器 已经得到了军方和葛修珍院校的认可 为了更好的开荒圆桥秘境 他们纷纷是在客店 下单采购了很多 所以 在回到了客店工厂后 苏木便打算去研究这几条军工法器生产线 看能不能将他们进行改良 以提升产能 降低消耗 他们在三 四号法器生产车间 欧阳加快了步伐 领着苏木前往 在三 四号法器生产车间溜了一圈 把几种不同的军工法器生产线 都给拆掉研究了一遍后 苏木通过客金外挂 拿到了对应的改良方案 他把这些整理出来 交给了工厂里面 擅长气修的精怪 对于苏木这样的操作 欧阳和老员工们 全都是一副见惯不惊的模样 只有几个在苏木离开这段时间里 招聘进来的兴起修师 显得惊讶错愕 也是到了这一刻 他们方才相信 老员工们之前讲的都是真的 他们这个老板 技术水平真的是非常强 一个新来的气修师 拿着改良图纸 在震惊之余 忍不住叹道 不愧是苏一眼啊 苏一眼 苏木扭头看着他 新来的气修师 急忙闭上了嘴巴 一副犯了错的样子 苏木没有为难他 扭头对欧阳道 你来说 这个苏一眼是怎么回事 这 欧阳犹豫了一下 还是不敢隐瞒 谗笑道 这是大家私底下 给您取的绰号 因为不管什么东西 到了您的手里 您都能一眼看出 好坏与问题 让大家非常崇拜 能被手底下的人崇拜 苏木还是挺骄傲的 就是这绰号 听着实在有些别扭 苏一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 只有一只眼呢 这绰号 跟青城山第一块难 有的一拼 都很烂 但这是员工们 对自己的崇拜 所以苏木没有降罪 只是让他们 尽快将军工法器生产线 完成改良 好投入生产 顺便给他改个 微风点的绰号 此外 在这段时间里 客店的员工们 也搞出了很多改良方案 设计了一批新产品 苏木在查看过了 这些方案后 从中选出几个 激活了客金外挂 级别和评价 还都不错的方案 并给出了 大方向上的建议 让这些团队 继续深入挖掘 而这 也让他苏一眼的绰号 越发地深入人心 处理完了这些事物后 苏木便往研究所去 路上遇到了 正在带队参观工厂的 图山松 此时 图山松已经给小妖们 安排好了住处 并且告诉了他们 客店里的规章制度 以及福利待遇 虽然客店的规矩 让小妖们有些头大 但是这里的福利待遇之高 却是大大 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在这里 不仅有漂亮的宿舍主 而且每天都有 灵瑶和丹药供应 简直就是天堂一般 在圆桥秘境里 他们这些生活在 食物链底端的小妖 过的都是 鸡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随时还有可能 会被大妖当作食物吃掉 哪可能有这些待遇 真的是做梦都不敢想 以至于 不少小妖在最初的时候 还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觉得难以置信 直到图山松再三肯定 并且给他们 发放了今天的丹药后 他们才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有了这些福利待遇 规矩再多再严 小妖们也没有了怨言 甚至觉得 就该如此 此刻再见到苏木 小妖们激动万分 立刻涌而上来表忠心 都说愿意为仁慈善良的主人 抽烟喝酒烫头 呃 错了 是笑死 苏木哑然失笑 白手说道 别说什么死不死的 跟了我 你们就要好好活着 你们要是死了 谁来给我工作赚钱 至于你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学习 尽快成长 你们越强 就越能为我 赚到更多的钱 小妖们听不懂 苏木话里隐藏着的意思 都被她的人意和善良 给深深感动 纷纷抹着眼泪表态 一定会努力学习 好好报笑主人 我期待着那一天 苏木汗手微笑的样子 让小妖们觉得帅极了 在画了几张激励士气的大饼后 苏木让欧阳接替图山松的工作 带着小妖们 在场区里面继续参观 他却和图山松 一起前往研究所 去查看这段时间里 关于基因和天赋 要绝福的研究 与制作情况 苏木觉得 这天赋要绝福 虽然只能作用在灵兽身上 但其中的一些原理 说不定对打开基因所 能有帮助 第762章 符文光刻机 天赋要绝福会制的怎么样了 去往研究所的路上 苏木向图山松发问 在圆桥秘境里 苏木遇到了不少人间 没有的妖鬼 他在干掉了这些妖鬼的同时 也有通过课经外挂 学到了不少新法术和知识 其中有一部分 还是与基因学有关的 每天晚上 当黑夜降临 于庙宇中筑扎休息的时候 苏木便会把这些特殊的知识 拿出来学习 并通过课经外挂的融合功能 将他们与自己掌握的基因学知识 以及天赋要绝福的绘制技术 进行融合 因为有阿米亚和小爱同学 帮忙计算成功率 所以 苏木没有失败多少次 便成功地融合出了 多种与基因学相关的新知识 大大提升了他对基因的认识与了解 这里面 就有天赋要绝福的绘制技术 改良后的制服技术 相比以前 降低了使用难度和消耗 并且提升了成功率 而后在与客店的联络中 苏木将这门新技术 传送给了欧阳和涂山松 现在 他就想要看看 客店的工作人员 有没有把这门新技术掌握 并且运用到实际生产中 老狐狸涂山松 听懂了苏木的意思 笑着说 绘制得很顺利 老板您教的技术非常棒 用过的人都说好 苏木感觉这话有点别扭 不知情的人听了 还以为是在搞黄色 教了什么不得了的技术 不过 从涂山松的话里可以听出 大家把天赋要绝福的绘制新技术 掌握得很不错 苏木也就满意了 正待夸上几句 却听涂山松接着说 研究所那边 还给老板您准备了一个惊喜 惊喜 苏木文言一愣 你给翻译翻译 是什么惊喜 涂山松笑眯眯地卖了个关子 您去看见就知道了 行 那我们就走快点 苏木也笑 不再追问 只是加快了步伐 很快这一人一胡 就来到了研究所 以前在客店工厂里面 只有一个实验室 地方小 设备少 但是现在 经过扩建后的研究所 不仅面积足够大 各种实验设备 也都是最好最先进的 当苏木他们进到研究所时 里面正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涂山湖研究员们 与学校派来帮忙的老师 或是在研究新提取到的异兽基因 又或是对打了天赋 要绝福的艺术 进行观察记录 还有三三两两凑在一起 进行学术讨论的 另外在研究所里 苏木还看到了一台 崭新的大型仪器 一群老师和涂山湖 正围在这台大型仪器前 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看到苏木来了 涂山湖研究员们 立刻殷勤地喊起了老板 老师们也热情地跟苏木打招呼 他们中的不少人 之前还在校门口 迎接过苏木等人 大家辛苦了 苏木在跟众人打过招呼后 将目光投向了那台大型仪器 好奇地问 那是什么 直觉告诉他 这个东西 就是涂山松说的惊喜 这是一台符文光刻机 涂山松笑着介绍道 在老板 您传回了新技术后 我们的研究 人员和气修师 便与学校的老师们 进行了深度合作 最终研发出了这台符文光刻机 它能让天赋要绝福的生产效率 大幅提升 哦 苏木眉头一挑 这还真是一个惊喜 他走到符文光刻机前 查看了一下生产情况 果然 在这台仪器的帮助下 天赋要绝福的生产效率 要比单纯的人工手绘 高出许多 并且品质 也能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 怎么样苏木 这台符文光刻机 我们做得还不错吧 一个手中拎着金弓锤 身上穿着工装的男子 笑呵呵地问道 他是学校里 气修专业的老师马军 苏木选修的科目里面就有气修 还上过马军老师的课 当即竖起大拇指 赞道 马老师辛苦 你们做的这台符文光刻机 确实很不错 研究所里 立刻响起了一片笑声 无论是学校的老师 还是客店工厂的员工 都对他们费心费力 搞出来的这台符文光刻机 感觉非常的骄傲 听到了苏木的夸赞 他们自然是很高兴的 随后 有老师开玩笑地说 苏木 听说你有个绰号叫苏一眼 不管什么知识或者法器 到了你的手里 都能很快地看出问题 要不你来帮我们看看 这台符文光刻机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对 苏木 你来帮我们看看 一群老师跟着起哄 他们不是想要为难苏木 就是想要看看他苏一眼 是否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毕竟在场的这些老师 除了马军等寥寥几人外 都没有真的教过苏木 对他的了解 都是听说来的 虽然知道他很厉害 但因为没有亲眼见过 多少有些怀疑 他是不是真有传说中的那么强 这台符文光刻机 是客店专家与老师们的心血结晶 品质肯定没得说 绝对是很好的 苏木先夸了几句 然后话锋一转 可既然老师们开了金口 我也不能藏着掖着 这样吧 让我先研究一下 这台符文光刻机 听到这话 我一句在符文光刻机前的 涂商户研究员们 立刻散开 老师们也跟着让出了一条道 马军却是想起了苏木的一个爱好 脸色骤变 急忙道 等等 苏木 你等等 这台符文光刻机 是有设计原理和图纸的 你看这些资料就行 可别把它给拆了 有资料 那行吧 苏木叹了口气 竟是显得有些失望 他打开储物法器 把不知道什么时候 抓在手里的多功能金弓锤 给放了进去 别的老师看到这一幕 方才后知后觉 惊讶地问 苏木刚才 不会是想要 拆了这台符文光刻机吧 马军侧头看了说话的这位老师一眼 苦笑道 不然呢 你以为他 拿出多功能金弓锤 是要做什么 苏木这小子 除了苏一眼外 在我们气修专业内部 还有一个苏拆拆的绰号 因为他每次看到新的 感兴趣的法器 就想要去给拆了 这 老师们看了看苏木 又看了看 那台符文光刻机 都感觉到了一阵后怕 因为这个符文光刻机的做工非常精细 材料也很昂贵 万一苏木在拆卸的过程中出点错 伤到了里面的部件 就算可以修好 也要耗费很多的精力与金钱 老师们纷纷道 还好老马你了解苏木 反应也够快 和这群老师不同 图山湖们对于苏木的本事 已经到了盲目信任的程度 他们都觉得 老师们对苏木的担忧是多余的 只是在苏木的约束下 才没有跟老师们辩论 很快 图山湖们便调出了 符文光刻机的设计原理 与图纸等资料 恭恭敬敬地交到了苏木手中 苏木道了一声谢 接过来开始翻看 研究所里 立刻变得安静了许多 就连试验场里的艺术 也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氛 叫声都轻了许多 看着苏木飞快地翻阅资料 老师们嘴上没有说话 却是在悄悄地用传音术 进行着讨论 他看资料 怎么这么快啊 是真的有在认真看吗 我听徐悦 还有其他一些教过苏木的老师说 他看书的速度 确实快得离谱 看得这么快 能够理解到其中的意思吗 这就不清楚了 不过他学东西确实很快 或许这就是天才吧 再怎么天才 这个符文光刻机 也是我们费尽心思 搞出来的新东西 无论是原理还是设计 都称得上是别出心才 而且还涵盖了气修 浮阵 以及基因 玉兽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苏木光是把这些搞懂学会 就要不少时间 即便能够找到问题 提出建议 也绝对不是在短期内 就能办到的 这么说来 苏一眼这次是要翻船了 你们太坏了 就不怕打击到他吗 年轻人 受点打击是好事 如果事事都很顺利 难免生出焦躁之心 反而不利于成长 老师们正议论着 苏木忽然合上了翻看的资料 并将它们交给了马军 苏木 你怎么不看了 有老师愕然问道 看完了 苏木微笑着说 什么 看完了 这么快 虽然知道苏木看书神速 老师们还是忍不住很惊讶 毕竟符文光科技的原理和设计图 在很多人眼里 那是比天书还要复杂的东西 但苏木呢 不仅全程没有向他们提问 还翻看得飞快 他有看懂资料上的内容吗 老师们正在提出质疑 就听见马军发出一声惊呼 你们快来看 怎么了 苏木 苏木真的在设计原理和图纸上面 给出了改良建议 什么 这不可能吧 这么短的时间 他不仅掌握了原理和设计图 还真的给出了改良建议 他 他是开挂了吗 一群老师立刻围到了马军身边 探头想要看苏木给出的改良建议 到底是言之有误呢 还是在胡说瞎扯 第763章 新的广告登场 别挤 别挤 马军见大家都对苏木提的建议感兴趣 急忙对着手上的资料 释放了一个法术 将他们一页页的 全都给投影到了半空中 这下子 大家不必挤到他身旁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 马军还在资料投影中 对苏木给的建议 画上了红色的标示线 让人能够一眼看到 乍一看 画有红色标示线的内容 还真不少 苏木给出了这么多的建议 老师们很是吃惊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能把资料看完都不容易 何况还找到了这么多问题 并且一一给出建议 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放在其他人身上 老师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 这人是在瞎写乱搞 但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苏木 老师们就算心中存有怀疑 也不会贸然讲出口 毕竟 苏木能够在多家 一流学术刊物中发表论文 说明实力是有的 所以 还是先看看这些建议的详情 再做判断吧 这一看 就让不少老师发出了惊呼 他们搞出来的这台符文光客机 是新研发出来的生产型法器 虽然品质不俗 但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 对此 参与了研发和设计的老师 都是很清楚的 只是因为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他们才没做处理 或者说是处理得不够好 而在苏木提出的建议里 就指出了这些不足和缺陷 并且还给出了解决的方法 虽然老师们暂时不清楚 苏木给的这些解决方法 到底有没有效果 有多大的效果 但苏木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找出这些问题 就已经很厉害 不负苏一眼这个绰号了 这也足以说明 苏木就算没有把符文光客机的原理 和图纸彻底掌握 也有了很高的水平 这学习能力 真是如传说中的一样妖孽啊 之前让苏木提建议的那位老师 此刻忍不住感叹道 真不愧是青城山第一块男 果然是只有叫错的名 没有取错的绰号 苏木本来还挺高兴 听到这话 顿时面露哀怨 老师呀 咱能不提这个绰号吗 或者 您在第一块男前面 加上的学习 修炼之类的前缀词也好啊 更多的老师 则在惊讶之后 对苏木提的这些建议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纷纷说道 快分析一下 看苏木提的这些建议 效果到底如何 有精通数学和扶振的老师 更是立刻拿出了他们的法器键盘 当场开启了键盘侠模式 施法键模 通过模拟实验来检验效果 片刻过后 随着实验相继完成 更多的惊呼声响了起来 这几个关于客服 显影的建议 我通过模拟实验验证 都是可行的 效果非常棒 我这边验证的 是关于灵力曝光的几个改良建议 同样没有问题 改良后 不仅可以完美运行 效果还比之前强出了许多 又降低了灵号 一举补足了多个缺陷 我们这里验证的几个改良建议 同样没有问题 效果极佳 随着模拟实验的结果一一出现 老师们惊讶地发现 苏木给的这些建议 竟是全部可行 没有一个是差的 原本他们还觉得 苏木给出的这么多建议里 能有少部分可用 就算是相当不错了 毕竟苏木 接触这个法器的时间也不长 可是现在他们才知道 自己之前的想法 是多么的可笑 完全低估了苏木 低估了挂逼 很快又有人 建立了一个对比实验 结果发现 完全采用了苏木的建议 进行改良了的符文光刻机 比没有改良过的 在生产效率与稳定性上 均有大幅的提升 同时 零号还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下子 老师们不再怀疑苏木提的建议了 纷纷感叹 别人的绰号 都是带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没想到 苏木这个苏一眼的绰号 却是如此的写实 难怪我听说 玉兽 临职等几个专业的系主任 一直想要把苏木 挖到他们系去 有这么强的学习能力的学生 还能举一反三 谁不想要 也有人跟苏木开玩笑 让他念自己的研究生 这个话才刚出 就遭到了其他老师的吐槽 敢打苏木的主意 你就不怕每天吃的饭 喝的水 乃至是呼吸的空气里 都有文校长下的毒骂 也就是他们不知道 苏木现在的修为 否则连这个玩笑都不会开 虽说老师教的 不只是修为 还有专业上的知识 但学生的修为 比老师高出一大截 还是会感觉很不自在 苏木笑了笑 谦虚地说 老师们过奖了 心里面则在吐槽 这个绰号 哪里写实了 我明明是有两只眼 算了 苏一眼已经够难听 要是让他们改成苏两眼 岂不是更古怪 老师们在夸过了苏木后 便叫来客店的气修专家 商量起了 对符文光刻机的改动方案 苏木已经把建议给了他们 他们也不好意思 再让苏木出主意 而且 他们也想要在苏木的面前露一手 怎么说 他们也是老师 如果彻底被苏木 给比了下去 岂不是很丢脸 见老师们上赶着要当工具人 苏木也乐得轻松 笑呵呵地 把改良符文光刻机的活 都交给了他们去做 自己则走到艺术试验场 招手把图山松叫到了身旁 问道 目前天赋要绝福 生产了有多少 符文光刻机 是前几天才造好的 之前一直是纯人立画符 又有别的工作与研究 所以 只备了一万多张的货 苏木没有责备图山松 因为他知道 在今天之前 客店的工作重心 是以支援圆桥秘境为主 别的工作和研究 都有相应的削减 没关系 现在我回来了 又有了这台符文光刻机 天赋要绝福的产量 很快就能提上去 这样 你们先开始铺广告 等到一周后 正式开卖天赋 要绝福 是 图山松没有犹豫 立刻答应了下来 苏木想了想 又说 至于详细的广告方案 你们去设计 我这里只是有几个建议 在建议讲完 苏木又补充了一句 另外 在广告中加上一句 天赋要绝福 优先供应给 去圆桥秘境开荒的修真者 还会给予他们折扣优惠 以感谢他们 对保护人间 收复师弟做出的贡献 图山松 把这些建议和要求 都给记录了下来 又向苏木复述了一遍 确定没有问题后 才交给搞宣传的 图山湖们 让他们赶紧 弄出完整的宣传方案 苏木还得去一趟 附属中学 给小妖们办理入学手续 便没有在这里久待 他与老师们道别 走出研究所 披上战术斗篷 就此翘无声息地 离开了客店工厂 一路往山下的 附属中学飞去 要说图山湖们的 办事效率 那是真的一个快 苏木才刚刚出校门 就看到山脚下面 那个巨大的 滚动式符文广告牌上 出现了天赋要绝服的广告 内容还挺有趣 画面中 首先出现的是一只翼鼠 他在丛林里面狼狈逃跑 身后有一头 面目猙獰的狼腰 正在呲牙咧嘴地追他 眼看着就要被狼腰追到 翼鼠突然回头发问 你为什么要追我 狼腰咆哮道 因为我要天赋要绝服 这时候 翼鼠怀里 一张天赋要绝服录了出来 还给了个特写镜头 是一个名为惊威的主动天赋 狼腰健壮大喜 就要扑上去 抢夺这张天赋要绝服 结果艺术率先将这道俘虏激活 在吸收了府里的天赋要绝后 瞬间从灰扑扑 不起眼的模样 变成了帅气的金黄色 就跟完成了超金画一样 并且缺乏攻击手段的艺术 从这一刻起 还能释放出超强电击了 一个闪电放出 就将追他的狼腰 瞬间给电翻在地 皮毛一片焦黑 还有染染的青烟升起 随后 已经变成了电耗子的艺术 脚踏昏死过去的狼腰 表情激动地说出了一句台词 天赋要绝服就是好 有了他 弱小的艺术 也能翻身把狼腰杀 哪个不服电哪个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全了 画面到了这一刻 出现了客店的商标 logo与官网地址 伴随着艺术的画外音 您认准了 客店天赋要绝服 虽然这个广告 在逻辑性与合理性上面 有很多问题 但作为广告 它只要能够吸引人就行 而苏木在看完了这个广告后 环顾周围 发现不少飞剑驾校的教练员和学员 以及路过的同学 都有被这个广告给吸引到 甚至有一把驾校飞剑 因为学员和教练员 都分心去看广告了 结果砰的一下撞在了树上 好在教练员及时回过神 施法护助学员 这才避免了受伤事件的发生 不过这些 都证明了 这则广告的吸引力很强 土珊狐们搞宣传的本领 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苏木满意地点点头 在心里面夸赞了一句 重新遇见往附属中学飞去 同一时间 在课店以及葛修珍院校的论坛 在预售类别的网站 以及微博和朋友圈等等地方 都因为课店新出的这几则广告 在瞬间沸腾了起来 第764章 不骗课 还是课店吗 青城山修珍大学 宿舍区 凯文的小院里 正是一派热闹的景象 除了主人凯文 和他的妹妹叶卡杰琳娜外 此刻这间小院里面 还有林军杰 巡灵 以及郑治等几个苏氏辅导班一七省 郑治他们几个人 因为没有被新生选为领航员 所以没能参加到之前的迎新杯 飞剑拉力赛 自然也就没有进到圆桥秘境里去 后来学校往圆桥秘境里派遣援军 他们又因为修为不够等原因 没能入选 都对此感觉很遗憾 今天苏木等人回校 郑治他们也有去校门口迎接 还是少数几个 没有被凯文要发言的举动 给吓跑的人 主要是他们都习惯了凯文的唠叨 甚至这些日子 凯文没在学校 还让他们感觉不适应 当然 没跑 还有一个关键原因 就是他们想要把苏木 苏叶迎送回家 作为苏氏辅导班一七学员 苏木在圆桥秘境里面 立下了大功 他们这些学生也是予有荣焉 都觉得很骄傲 现在苏老师和小叶子回来了 他们这些做学生的 怎能不一路迎送 可惜的是 他们的这个心愿 并没能够实现 因为在要走的时候 清老忽然现身 留住了苏木和苏叶 正知他们倒是想要在一旁等待 但是被清老目光一扫 顿时瑟瑟发抖 也知道了 清老是有正事要跟苏木谈 只能无奈离去 打算等苏木 苏叶休息几天后 再上门拜访 正知几人虽然走了 却没有回自己家 而是去送了凯文 林军杰等人 到了宿舍区 凯文便提到他的院子里去做作 正知几个人立即答应 当然 他们并不是为了漂亮的叶卡杰琳娜 主要是想听凯文讲讲员乔秘境里的故事 林军杰和寻林等人 本来是不想去的 但凯文又说他的院子里 有一批上好的 由布尔多森林精灵酿造的灵酒 以及极品的扶桑神户牛肉 便都动了心 决定到凯文的院子里面 坐坐再回去 凯文还派他的三头犬小乖 去请了苏木和苏叶 结果苏木没在家 苏叶则已经开始修炼 只能作罢 此刻 凯文的院子里 一群人围坐在他的身边 吃着牛鬼肉喝着酒 听他讲述着云桥秘境里的经历 像林军杰 寻林 和林剑娜这些全程经历了的人 对凯文讲的故事 是一点兴趣没有 只顾着吃肉喝酒 唯有正这几个 没有去过云桥秘境的人 听得很认真 一个个心潮澎湃 既羡慕又紧张 就是他们的目光 时不时地 会忍不住 像在跟林剑娜拼酒的 叶卡杰琳娜描曲 甚至连叶卡杰琳娜 就这红酒吃毛血旺的样子 落在他们眼里 都是那么的可爱 凯文把这一切瞧在了眼里 既没有阻止 也没有提醒 只是暗中冷笑 你们还是太年轻 不知道我这个妹妹的厉害 想打她的主意 先去医院 查查自己有多少毫升的血吧 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放下后 拿起一块 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醒目 往桌上一拍 口若悬河地讲道 我们在那黑色的海中 看到了一只 比我这院子 还要大出许多的巨龟 那畜生也发现了我们 呲牙咧嘴地扑来 显然是把我们当成了猎物 说时时那时快 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候 一个身高百米 腰尾也是百米的东西 咆哮着冲向了巨龟 跟它打了起来 才让我们有机会逃脱 你们来猜猜 这巨大的东西是什么 正知他们听的是一愣一愣 你这个老外 什么时候还学会了讲评书的手艺 不仅姿势一模一样 包袱卖得也挺像 你就应该学着大山 去学相声 他们也是很捧场 纷纷开玩笑地说 身高百米 腰尾也是百米 那是个巨大的水桶腰吧 要我说 肯定是个大圆球怪 什么圆球啊 多半是个正方行精 凯文看着眉谱的众人 一脸无奈 你们能不能猜得靠谱点 好了好了 我也不让你们猜了 这个突然出现的 乃是传说中的龙博国巨人 龙博巨人身高百米我能理解 可为什么腰尾也是百米 长得胖不行啊 凯文瞪了质疑的人一眼 正在继续往下讲 忽然听见一阵手机提示音响起 这个提示音 还不是从一个人的手机里面传出 而是众人的手机都在响 除了叶卡杰琳娜 别是学校的APP上面 发布了什么重要通知吧 林军杰放下了手中的牛鬼肉 一边给自己双手放了个清洁术 轻聚油污 一边赶紧摸出手机 其他人也都在这么做 唯有叶卡杰琳娜一脸猛逼 为什么我的手机 没有收到提示音 我也下了学校APP的呀 难道这APP发布通告 还会看人 看出了我是新来的转校生 所以没发给我 正想着 就听到旁边的寻灵惊呼 咦 不是学校发通告 而是客店 客店又要推新品了 一听到是客店出了新品 院子里的众人 表现得比学校APP 出了重要通告还要激动 都在第一时间 点开客店发的通知信息 然后就看到了 天赋要绝福的广告 还不止一个 除了苏木在山脚下 看到的那一则广告外 负责宣传的涂山湖们 还搞了另外几个广告 质量都很不错 相当的吸引人 就连叶卡杰琳娜 也忍不住探头 在寻灵的手机上面 把这几则广告 都给看了个遍 看完广告 寻灵激动不已 客店终于要推出 针对预售系的宝贝了 而且还是 天赋要绝福 太棒了 之前在客店的论坛上面 一直有关于 天赋要绝福的实验视频 所以大家对这道 能够给零售 打上技能的特殊服录 并不陌生 而且客店在之前 还曾拍卖过 十张限量特工版的 天赋要绝福 凯文就有买到过 还在他们面前炫耀灵虫 打了天赋 要绝福的效果 真的是很棒 除了凯文 另外几个 买了限量特工版 天赋要绝福的人 也有制作出实验视频 和评测视频 放在网上 点击和点赞都很高 这些视频 大家都是看过的 所以很清楚 天赋要绝福 确实不一般 何况 它还是客店的商品 现如今 客店出品 避暑精品这句话 已经不是宣传语 而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事实 一时间 院子里面的人都很激动 甚至 不只是选修了 玉兽专业的巡灵 郑志等人 又或者是有灵虫的凯文 连跟玉兽 没有一点关系的凌军杰 裴俊他们 也都对天赋要绝福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凌军杰忍不住想着 要是弄个皮操 弱厚的强力灵兽 再给他打上一张 合适的天赋要绝福 遇到敌人 让他顶在前面厮杀 我在后面唱歌跳舞助兴 岂不是很好 战斗力翻番地涨了 郑志从机动中冷静了下来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天赋要绝福 多少钱一张 之前客店拍卖的 十张天赋要绝福 最便宜的一张 也卖到了八百万 如果现在 这天赋要绝福 还是几百万一张起售 恐怕买得起的人 很有限 寻灵扬了扬手机 你没有看客店首页上的公告吗 人家客店说了 这次出售天赋要绝福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提升全民战斗力 共抗妖鬼 保卫家园 所以只售一个成本价 那成本价是多少 具体没说 要等到正式开售的那一天才揭晓 不过公道里面说了 绝对不会超过十万 不会超过十万 那就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呗 客店的这个套路 我简直不要太熟 至于说什么成本价 我也是不信的 不片刻的客店 还能叫客店吗 所以 钱 他们肯定是有的赚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罢了 话是这么说的没错 但不到十万 就能买到一张天赋要绝福 客店这次 也确实是很良心了 众人齐齐点头 对此很赞同 天赋要绝福 可是能够让零售实力 上个台阶的宝贝 别说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就算是翻个倍 同样会有很多人 去之若物 要将其买爆 不过 正直看向凯文 有些同情 你们这些之前 花几百万拍卖的人 岂不是亏大了 账不是这么算的 凯文笑着摇头 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吃亏 首先 能花几百万 买一张天赋要绝福的人 都是不差钱的 对我们来说 几百万和几万块 并没有多大不同 听到这里 不少人都在翻白眼 土豪装逼 还是一如既往的简单直接 让人恰名蒙 其次 我们花几百万买到的 不只是一张天赋要绝福 还有客店诸多的 VIP待遇 光是折扣优惠这一项 就让我们每次在客店消费 都能省下不少钱 我相信 只要我们多在客店消费 不仅能把买天赋要绝福的几百万赚回来 还能让客店到土钱给我们 众人面面相去 凯文这话 乍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总感觉哪儿 有点不对劲 再次 我们在客店 还有另外一些特权 比如这次的天赋要绝福 我们就能直接购买 虽然要限量 但是不用跟你们去抢 卧槽 客店又要搞抢购 众人文言一惊 急忙低头 继续去看公告 第七百六十五章 熟悉的套路 熟悉的味道 这次倒没说要抢购 只是说 第一批出售的天赋要绝福 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需要提前预约 凯文在大家低头看手机的时候 慢条思理地说 完了后 他又骄傲地拍了拍胸口 但是像我这种有特殊 VIP待遇的 就不用预定 只需等到一周后正式开售 直接就能买得到 预约 林军杰皱了皱眉 吐槽道 这不还是抢购吗 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 众人齐齐点头 如此熟悉的操作 一看就是老客店了 也对 不限量不抢购不耍猴 那还是客店吗 一旦变了 就没有那味儿了 这才叫客店 这才对位 众人纷纷感叹 还有人说什么 爷的青春又回来了 让一旁的叶卡杰琳娜都看呆了 心说 这些人不是傻了吧 那什么客店搞出骚操作 他们不是应该生气才对吗 为什么一个个还很高兴 很激动 看到他疑惑的表情 政治等人笑着说 你不懂 这是情怀 或许等你在客店课上几次后 就会明白我们的心情了 凯文吐槽 屁的情怀 被骗客 还能被骗出情怀来 你们一个个 该不会都有受虐倾向吧 那你们应该都去学历史练体啊 当 一面盾牌砸在了凯文面前 直接插进到了地里 固然些冷目瞪着他 你什么意思 说我们历史练体专业是受虐狂吗 没 没有 凯文立马缩起了脖子 在一旁啃着骨头的三头拳小乖 瞧见这一幕 三个脑袋对视了一眼 赶紧叼着骨头 转了半个圈 拿屁股对着凯文 一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三个脑袋继续争强那根骨头 是没有 还是不敢 顾染西追问 将脂骨捏得咔咔响 凯文赶紧向叶卡捷琳娜 投去求救的目光 然而却被无视了 好在这个时候 郑治的一声吐槽拯救了他 卧槽 感情这预约成功了 还不一定就有资格能够买到天赋要绝福 怎么个情况 众人急忙询问 连顾染西也暂时放过凯文 看向了郑治 郑治赶紧把自己发现的情况讲了一下 原来 就在刚才凯文做死的时候 郑治点进了客店官网的预约页面 填写好资料 完成了预约 看到预约成功 郑治本来还挺高兴的 可是一瞧 后面还有句备注的话 这才知道 原来预约成功 并不代表在一周后 就能买到天赋 要绝福 还要等待客店的抽签结果 只有最终被选中的人 才有资格购买天赋要绝福 听了郑治的讲述 大伙都很愤慨 都搞预约了 还弄什么抽签啊 你当时在京城买飞剑摇号 就是就是 我看到预约 还以为只要手速够快就行 不用再拼运气 没想到 后面还有个抽签在等着 这还不如抢购呢 抢购拼的是手速 这预约抽签 完全就是博运气 可我一贯脸黑 怎么跟欧皇比啊 和旁人不同 荀林在听政治讲述的同时 也完成了预约 并且仔细看完了活动介绍 开口道 其实也不用太悲观 客店官网上面 给了一个提升中签几率的办法 一个同为预售专业的 苏式辅导班一期学员 叹了口气道 是什么办法 在客店抽签的时候 沐浴更衣高放 好运来吗 可我们并不知道 客店会在什么时候抽签啊 并不是玄学提升中签几率 荀林摇了摇头 念出了客店官方给出的助力方法 复制口令 转发邀请更多的人来预约天赋要绝福 就能获得助力 提升中签率 邀请来的预约人数越多 自己中签的几率就越大 这套路 听着有点耳熟啊 林建娥细评了一下 周梅道 不对啊 这助力方法 分明就是一个博论吗 博论 怎么说 众人扭头看向他 林建娥道 预约的人数增多 中签的几率肯定会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算你因为邀请人来预约助力 提升了中签率 可两边一抹平 不还是没有变化吗 诶 众人仔细一评 觉得好像是这个道理啊 狗日的客店 这是要让我们帮他免费宣传啊 真黑 人们一边愤愤然地斥责 一边飞快地完成了预约申请 然后复制好自己的口令密码 编发信息给同学和朋友 邀请他们赶紧点击这段口令密码 去完成预约 帮自己助力 叶卡捷琳娜看不懂了 费解地问 你们不是说 这种助力方法 对于提升中签几率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吗 怎么还做得这么 这么 这么积极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没办法呀 众人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要是不拉人助力 别人也会这么做 最终的结果 就是我们中签的几率越来越低 现在我们拉人助力 不求能够提升多少中签率 只求别被拉低太多就好 其实吧 凯文眼珠一转 说道 你们要是真想买到天赋 要绝福 可以去找苏穆帮忙啊 找苏老师 寻灵微微皱眉 虽然苏老师跟客店有点关系 是他们的评测师 但在这种事情上面 怕是也帮不到什么忙吧 正值若有所思 找苏老师帮忙 还不如找小叶子 他可是出了名的欧皇 连学校强化飞剑都要找他 如果他肯帮忙 那我们中签的几率 肯定能大大提升 其他人一琢磨 也都觉得是这个道理 纷纷决定等明后天 就带着礼物上门 去求小叶子帮忙 凯文摇了摇头 算了 随你们高兴吧 要是能让小叶子帮你们开口 相信你们 也能买得到天赋要绝福 虽然都打定了主意 要去找苏叶帮忙 但大家还是在呼朋唤友 到处找人帮忙助力 类似的情况 还在很多地方上演 峨眉山修珍大学 刚刚迎接王归校师生 急匆匆赶去上课的纳兰初 忽然就接到了前女友打来的电话 他有点猛逼 自从分手后 他就再也没有跟前女友联系过 今天怎么突然给他打电话了 难道是知道他不再秃头 重新长出了头发 便想要跟他复合 纳兰初怀揣着好奇与激动 接通了电话 便听见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从手机里面传了出来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你呢 我也不错 有件事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纳兰初以为前女友要提复合的事 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下来 前女友一听 立刻激动地说 太好了 我这就把口令密码发给你 记得要帮我预约助力 口令密码 预约助力 纳兰初一脸猛逼与失望 原来不是要跟我复合 原来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预约助力的工具人 然后他就看到 久未联系的前女友 发了个口令密码过来 他好奇地将其点开 便看到了客店上新 要卖天赋 要绝福的消息 原来是这样 纳兰初明白了 想了想 他没有给前女友助力 而是直接拉黑了对方 然后才自行前去预约申请 他虽然没有学预售专业 但前女友们为了预约 助力跑来找他帮忙 说明这个天赋要绝福 对于预售专业 或者说是有灵宠的人 用处很大 他要是运气好 能够中签拿到购买资格 买到几张天赋要绝福 不管是自己去弄 一只领宠用 还是转手高价卖掉 又或者是拿去追 预售专业的小师妹们 都很不错 忙完这些 纳兰初也到了教室 看到不少同学正凑在一起 相互询问 你预约了吗 一旦有同学说自己还没有预约 立刻就会被一大群人围住 让他帮忙预约助力 还有人在愤慨地 谴责客店甩猴操作 并号召大家一起抵制客店 要让客店知道我们的愤怒 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 可是每当有还未预约的同学出现 他们却比谁都跑得快 让人帮忙预约助力 搞得不少同学吐槽 你们不是说要抵制吗 怎么还预约了天赋要绝福 还跟着我们凑热闹 抢人帮忙预约助力 面对质疑 这些人面不改色 抵制客店 是在表明我们的不满态度 而预约天赋要绝福 以及找人帮忙助力 则是因为这天赋要绝福 确实是个好宝贝 对于好宝贝 我们要支持 但这与我们抵制客店 并不冲突 众人冷笑 不冲突个尖 你们根本是在自欺欺人 这跟当了婊子 还要立牌坊 有什么区别 然后他们也学着这帮人 一边抗议客店 一边到处找人助力 甚至还跑到了客店的论坛上去抗议 不为别的 就是想让客店多放点天赋要绝福出来 不就是想要赚钱吗 我们给你钱 连钱包都给你 就别把天赋要绝福藏着掖着了 可惜 客店对于他们的抗议 完全没有回应 仿佛没看见一样 只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宣传 转眼来到第二天 关注着天赋要绝福的人们 惊讶地发现 客店居然又有了新花样 第766章 新的骚操作 西南科技与修珍大学 前渊山校区 凭借风水镇 托飞入欧的赵渊和许玲两口子 因为今天上午没课 一起床就开了直播 想要再给自己拉点预约助力 他们凭借直播开箱 以及帮人开箱 聚了不少人气 已经是个出名的欧皇主播了 当然 他们并没有在直播一开始 就给自己拉预约助力 而是赵丽先给大家展示了 一下小院里的风水布局 介绍了几件新设的风水器物 等到直播间的人气上来了 才说 我们把天赋要绝福的预约助力口令马 放在了屏幕左下角 还没有预约的朋友 扫这个码 就可以去预约了 顺便帮我们点个助力 两人刚吆喝了没几句 就见弹幕里面有人质疑 你们之前不是拍卖到了一张天赋要绝福吗 可以享受 VIP待遇 能够直接购买天赋要绝福 为什么还要预约助力 赵渊把这条弹幕念了一遍 然后说道 哥们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 没错 我们是有特殊 VIP待遇 但我们有两个人 却只有一个好 能享受这个待遇 购买数量还有限了 所以我只能把这个待遇 让给了你们嫂子 我再弄一个号去预约 也让大伙看看 我前缘山凹黄的运气 是否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直播间里 顿时充满了一股恋爱的酸气 以及柠檬的酸味 观众老爷们纷纷弹幕吐槽 靠 大清早就被秀了一脸 不行了不行了 我得赶紧去洗洗眼睛 受刺激了 我要取关 脱粉 再见 再也不见 大家别给他们助力 让他们两个内讧 看最终的结果 是赵哥贵精当海胆呢 还是两人胜利分手 当然 大家的助力也别浪费了 都送给我吧 我的口令密码是 更有人起哄 既然要拼殴气 那就不应该叫我们帮忙 在没有助力的情况下 被抽中购买资格 才叫真欧皇 看到这些吐槽和起哄 赵渊 许玲两人既不生气 也不着急 他们直播有些日子 有了经验 也练出了厚脸皮 别说大家只是开玩笑的吐槽 起哄 就算真的带节奏乱喷 也不会生气 当然 做个全线狗 把带节奏乱喷的号给疯了 他们还是会做的 赵渊和许玲 笑嘻嘻地跟观众聊着 正聊得起劲 忽然看到一条弹幕说 别在这里拉人帮忙助力了 快去看看吧 客店今天又推出新活动了 紧接着 又冒出来好几个人 发弹幕说 客店推出了新活动 其中还有一个人 喊着莫名其妙的口号 请大家给17号 振振子投票 振振子 振振子 一阵阵敌全家死 看到这些弹幕 不仅观众老爷们来了兴趣 赵渊和许玲也很好奇 客店又推出什么片刻活动了 这个振振子 是什么鬼 雷振子的亲戚吗 是哪个修正练习生的粉丝团 跑错了地方 还动不动就要人砍家产 太狠了吧 房管呢 来把这个乱打广告的人 疯了 听到赵渊和许玲的话 那几个说客店推出新活动的人 急忙解释 这次不是片刻 而是票选活动 客店在他们家的官网上 列出了很多种天赋要绝福的介绍 让大家投票 从中选出第一批售卖的八种天赋要绝福 刚才那个给振振子拉票的哥们 并不是在给哪个莫名其妙的修正练习声达广告 而是在给17号天赋要绝 反振拉票 看完这些解释 但是大伙对客店新推出的活动 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同时也知道 错怪了刚才拉票的那个哥们 原来振振子 就是反振天赋 反振你就说是反振吧 说什么振振子 让人听的是一头雾水 还以为是雷振子的几百代玄孙呢 不过后面那个一振振抵死全家的口号 倒是挺符合反振的 人们对这个天赋的最高期望 可不就是一下子把敌人给振死吗 赵渊打开电脑 就要登陆客店官网 走 兄弟们 我带你们去客店官网 看看这次活动的详情 哦对了 麻烦房管把刚才被封的哥们放出来 哥们对不起 不过你以后 也得把话讲清楚点 上来就拉票喊口号 太容易 让人误会了 进到客店官网 果然是在首页最显眼的地方 看到了此次活动 几个硕大的字体 挂在首页证中 写的是 第一批正式售卖的天赋要绝福 将由你来决定 这行字的下方 是一个小的视频窗 打开主页就在自动播放 一群你人话 动漫版的天赋要绝福 或是跳着脚高喊选我选我 或是卖萌的睁大的双眼 苦苦哀求选我吧 求你了 又或者是耍酷半狠地表示选择我 将带领你走向胜利 还别说 光是看到这些 众人就觉得很有吸引力 即便是不投票 也想要点进去 看看详情是怎么回事 赵渊一边跟观众巴拉巴拉地聊着 一边点进了活动页面 然后就看到了一长串各种不同的天赋要绝 足足有好几页之多 每个天赋要绝 不仅有名字 种类 用途等各方面的介绍 还附有艺术使用后的实验视频 以及实验报告做参考 可以说 是在大众化的基础上 保留了客店一贯的硬核作风 反击 吸血 变硬 感知 惊雷 隐身 强力 赵渊和许玲 一边查看着客店列出来票选的天赋要绝 一边嘖嘖称奇 我的天 居然有这么多的天赋要绝吗 第一批售卖的 只有八种 哎哟 这真的是太难选了 我感觉每一种都很棒 这个隐身天赋 老粉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们之前拍卖到的 我们家的猫将军 在打了这个天赋后 真的变强了不少 我们带着他下副本 正是靠着他的隐身天赋 成功刺杀了不少凶兽 唯一不好的是 隐身天赋 千万不要打给性格胆小的灵宠 因为一旦遇到危险或者强敌 他就会靠着隐身天赋先溜 留你一个人直面危险 被强敌暴打 说到这里 赵渊心有余悉地揉了揉胸口 看来 他能给出这个建议 都是因为有过切身的体验 赵渊和许玲的直播还在继续 哟 看看这个 信杰天赋 我记得之前有人拍到了这个天赋 用在了他的原规身上 让原本奇幻无比的原规 拥有了一定的速度和敏捷 顿时从一个只会待在原地挨打的肉盾 变成了移动肉盾 战力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 还有这两个 感知天赋和喷水天赋 相信大家都有在客店的论坛上 看到过相关的评测视频 尤其是这个喷水天赋 用在能够喷火的灵宠身上 简直是有奇效 在冰火两重天面前 就没有一和之将 许玲感觉很头疼 这些天赋要诀 无论是被动的 还是主动的 感觉用对了都很强 啊 我的选择障碍正范了 完全不知道该给谁投票才好 要不让观众老爷们来选 看看大家的意见 赵渊宠溺地说 好 听你的 众人又被他们俩 塞了一嘴的狗粮 不过这个时候 却没人在乎这些 大家都在讨论着 哪种天赋要诀更好 并由此展开了争论 肯定是反正天赋好啊 弄一个皮操肉厚血多的灵宠 给他打上反正 遇到敌人就让他顶上去 都不用自己动手 敌人就会被他们 自己的攻击给震死 你当敌人 都是傻的呀 看到肉坦带了反正 还一个劲地打 不知道切后排吗 要我说 还是强力天赋好 弄一个力气大 攻击强的灵宠 给他打上强力天赋 那还不得化身一拳超人 秒天秒的秒空气啊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还是迅捷天赋最好 只要速度足够快 敌人就摸不到也躲不过 简直不要太爽 光快有什么用 快儿不久 久儿不硬 一样白瞎 我喜欢变大和变硬 这两个天赋 谁不喜欢又大又硬的 啊呸 我怀疑你是在无证驾车 驾照看一下谢谢 要我说 流血加吸血两个天赋 组合起来才叫无敌 流血天赋 可以加重敌人的伤势 让他们的战斗力不断流失 而吸血天赋 则可以增加我方灵宠的持续战斗能力 人们越是讨论 越觉得参与感极强 这种由自己来决定 哪种天赋要绝服会在首轮售卖的活动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让他们生出一种 能够决定别人命运的感觉 虽然他们决定的 只是天赋要绝服 但是这个玩意儿 同样关系到使用者和灵宠的命运 于是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还纷纷给自己喜欢的天赋要绝拉票 一时间 诸如你不投 我不投 反击 何时能开售 梦想为你撑腰 强力越飞越高 以及吸血 冲鸭 一定要在首轮售卖中 C位出道之类的应援口号 充满了各大论坛 各应援团 相互间甚至还出现了拉财等情况 导致热度居高不下 一度冲上了热搜前几位 第767章 各方反映 事情上了热搜 自然就引来了更多人看热闹 这个热闹很有魔性 看着看着 就叫人忍不住也下了场 去预约并投票 甚至连许多普通人 也跟着凑热闹 他们搞不懂哪种天赋要绝好 要么是听网上吹的胡乱投票 要么就是 给自己在修真院校念书 或者已经成为了修真者的亲戚 打电话询问 就连林建娥 也接到了他父母打来的电话 这次没有问他 修真苦不苦 累不累 而是直奔主题 客店要卖天赋要绝福的事情 你都知道吧 快给我和你爸说说 选哪几种天赋要绝比较好 容易中 林建娥很错愕 不是 你们怎么也来凑热闹啊 你们有灵宠吗 灵母不高兴了 瞧你这话说的 人家客店又没有规定 没有灵宠 不是修真者的人 就不能参与投票与购买 如果我们运气好 真中了购买资格 先去买一只灵宠不行吗 又或者 把符路给你用不好吗 再不济 把这符路转手一卖 也能赚到不少钱吧 我今天买菜的时候 听别人说这天赋要绝福 可是稳赚不赔的好买卖 林建娥差点被绕晕 苦笑道 好吗 你们是把天赋要绝福 当成股票了呀 灵母却说 这跟股票还是不一样 股票是会赔的 没见这两天股市动荡 好多人都赔惨了 但是这个天赋要绝福 至少在短期内 是稳赚不赔 行了 别废话 快告诉我和你爸 选哪几个比较好 万一中了 能卖出个高价 类似的一幕 在很多修真院校 以及与修真有关的 公司工厂上演着 短短两三天的功夫 客店的天赋要绝福 就变得跟牛市时期的股票一样 成为了全民讨论的对象 甚至许多大爷大妈 放后溜弯的时候碰见对方 聊得都不是保健养生广场舞 而是这天赋要绝福的事 一个个还分析得头头是道 不知晓他们身份的人听了 还以为他们不是 预售专业的大佬 就是福镇专业的教授 口气那叫一个大 青城山预售专业 也跑来凑热闹 宣布在天赋要绝福的发售日里 会与客店有联动 这就让人很好奇了 青城山的预售专业 跟客店 能有什么联动 是有捆绑了 天赋要绝福的限量版零售出售 还是别的什么活动 于是热度再一次攀升 并且真的就反映在了股市上 预售板块里的不少股票 都跟着授意 被一致看好 股价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 最后这个事情 还传到了圆桥秘境 让正在这里调查 开荒的修真者们知道了 都很感兴趣 只有进了圆桥秘境 亲身经历过开荒的不意 才会知道 在这种充满了未知与危险的陌生环境里 有一两个强力灵宠 是多么好的事 不仅可以提升收获 降低危险 关键时刻 还能救命 而当他们听说 开荒圆桥秘境的修真者 有优先购买权 更是非常的开心 毕竟云桥秘境的情况特殊 在里面与外界联络 只能靠往来两边的通讯员 这就导致了信息落后 而且 他们在圆桥秘境里 也没法上网 想给自己预约 拉助力 根本办不到 一时间 在圆桥秘境里面的修真者们 齐夸客店 对于客店发布的一系列收购任务 也是积极响应 非常乐意完成 当然 这也跟客店开出的收购价钱 很不错有关 同样的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 在圆桥秘境里面 考察情况的大佬们耳朵里 大家纷纷打去文武兵 老温 你们家苏木 又在搞事情了 护独自的文武兵 顿时不高兴了 怎么能叫搞事情 苏木这么做 明明是在为开荒圆桥秘境做贡献 你们自己说 有了强力灵宠 开荒的速度 是不是能提升 伤亡的情况 是不是能降低 甚至网大了说 他这么做 还是在提升全民战斗力 大佬们都被说猛了 我们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怎么就噼里啪啦说了这么多 还提升全民战斗力 这牛皮 是不是吹得有点大呀 有大佬想要吐槽 但在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没有讲出口 一方面 是因为天赋要绝福 还真能跟提升全民战斗力挂上钩 至于另外一方面吗 老温 消消气 你说的没错 苏木推出天赋要绝福 确实是在为开荒圆桥秘境做贡献 华农孝盈盈地说 顿了顿后 他又倒 背对了老温 我有个朋友的孙子 也在学御寿 你看能不能让苏木帮个忙 给他一个购买天赋要绝福的资格 文武兵瞥了他眼道 老花 你说的那个孙子 不会就是你自己吧 你怎么还骂人呢 华农不高兴了 要不是忌惮文武兵在独道上的造诣 他真想要把自己的宝贝阴阳式金属放出来 让其狠狠地咬上文武兵几口 看谁才是孙子 最后 他叹了口气道 算了 我承认 没有什么朋友 我是想要帮自己孩子 弄一个购买天赋要绝福的资格 你就说能不能帮这个忙吧 文武兵知道 客店每次售卖的新商品 苏木手里面其实都有存余 所以他说 我可以帮你向苏木问问 但是找苏木帮忙 你就不表示点什么吗 你想要什么 华农皱眉 你老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土匪了 我一直就这么土匪 文武兵双手插腰 理直气壮 但也就正道 不过这次的表示 不是我要 是给苏木 华农释然了 问道 给苏木 那还差不多 他要什么 苏木要什么 哼 他当然是要钱了 文武兵强忍着 才没有把这句话讲出口 毕竟他还要在这群大佬面前 帮着苏木把形象立起来 可不能让众人先入为主 接受了苏木死要钱这一形象 那以后想要改变 可不好办了 清了清嗓子 文武兵说 苏木这孩子 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学习 最近他在研究基因学方面的知识 你要是有相关的研究报告 或者前言新发现 不妨是教他一些 当然了 如果没有这些 拿宝贝交换 也是可以的 队伍里 青城山这边的费玉清等人 齐齐扭头 看向一旁 所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 文武兵也把苏木片刻的手段 学了个像模像样 仅仅是一个购买资格 他就敢拿出来换知识 换宝贝 苏木都不敢这么坑 画农倒是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甚至还很高兴 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这里还真有一些关于基因学的前言知识 教他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 你舍得 把苏木给我教 文武兵冷笑了一声 你想多了 不是把人给你教 你只需把这些知识整理出来 由我转交给苏木看就行 画农眉头一皱 摇头道 这么随意的吗 不用我讲解 他能看得懂 你是不懂这些前言知识 有多复杂 多难懂 我不懂 文武兵吃笑了起来 分明是你不懂 不懂苏木的学习能力有多强 你以为苏衍这个绰号是乱叫的 我跟你说 不管你的知识有多复杂 苏木都能很快学会 甚至还能帮你们找出问题 提供解决方法 指明研究方向 画农摆明了不相信 苏木的学习能力 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让我教他老师都没问题啊 嗯 文武兵的眼睛 刷得一下就亮了起来 如果华农真管苏木叫了老师 那得管他叫什么 祖师爷吗 还有喂 这好像也挺不错的呀 见有便宜可战 文武兵顿时兴致昂然 老话 你说这话是当真的 要不我们干脆打个赌 让大家来做见证 其他的大佬都是看热闹 不嫌失大 纷纷起哄 老话 跟他赌 不要锁 上就完了 华农听到这些家伙的话 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他心说 你们就在这里叫唤 为什么不自己来跟文武兵赌 苏木那孩子 年纪轻轻 就有了半神级的修为 万一真的在学习上面 有超强天赋 那我这脸 岂不是要丢大了 华农果断地选择了从心 他甘笑道 我说句玩笑话 你怎么还认真了 等一下我就把前沿知识发给你 你转交给苏木 如果他在学习中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随时问我 当然了 如果他能就这些研究提出建议 我们也是不会吝啬奖励的 你真的不赌吗 文武兵一脸遗憾 周围的大佬们没了热闹看 也很遗憾 纷纷起哄 想要让华农不怂 你们不怂 那你们去跟老文度啊 华农嚷了一嗓子 然后四周就安静了下来 看来从心的人 不只是他一个 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人又找到文武兵 想要帮自己的学生 子职 要一个天赋要绝福的购买资格 当然 这些人都被文武兵 趁机帮着苏木 索要了不少好东西 与此同时 东南亚的某个热带丛林里 一座看似荒废了的祭坛中 正在进行着祭祀活动 一群虔诚的狂信徒 匍匐在祭坛中 不停送念着 他们主的尊名 一个长老模样的人 半跪在祭坛中央 在献上祭品后 又将这几日里 关于天赋要绝福的种种情况 向他们侍奉的主 做了汇报 他知道 主对这个天赋要绝福 很感兴趣 果然 就在他汇报完毕没多久 一团古怪的 不可名状的黑影 忽然出现在了祭坛中央 众人赶紧低下头 不敢直视 一个尖利刺耳的声音 随之响起 天赋要绝福 就是之前 你们献解 给我的那个福落 第768章 玩 做 美 死 的计划 是的 伟大且全知全能的主 白发苍苍的长老匍匐在地 强忍着不可名状黑影 带给双耳的刺痛 恭敬地回答道 他的心中 还隐隐有些激动 之前献上天赋要绝福 他就看出了 全知全能的主 对于这道福落很感兴趣 所以才会在今天的祭祀仪式上 冒险汇报此事 从现在 全知全能的主的反应来看 他是赌对了 这团不可名状的黑影 对于信徒们心中的想法不感兴趣 自语道 他们居然要大量开卖这种福落 看来 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 已经很成熟了 黑影一阵剧烈涌动 显示出了全知全能的主 此刻心情很不平静 我之前就让你们去把这门技术弄来 这么多天过去 你们的进展如何 这 听到全知全能的主发问 祭坛内外的信众 全都在瑟瑟发抖 长老也一时哑口 见他们垂手不语 不可名状的黑影猛然暴涨 一道强大且狂暴的气势喷涌而出 将本来就匍匐在地的信众们 压得完全抬不起头 动弹不得 一群废物 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好吗 黑影发出的声音 更加高抗尖利 让信众纷纷捂住耳朵 痛苦求饶 他们感觉这耳朵里面 仿佛是有无数的小针 在不断地扎着耳膜 刺入大脑 痛得他们机遇疯狂 这帮信徒的脸上 瞬间鼓起了大量青筋 还有不少人的耳朵里 流出了乌红的血 伟大且全知全能的主 请您息怒 不是我们办事不力 实在是有原因的 长老是为数不多 没有拿手无耳朵的人 他一边强忍着双耳的疼痛 一边断断续续地 为自己这帮人做辩护 这个天赋要绝福 是由一家名为客店的工厂 研发生产的 这个工厂不在别的地方 就在青城山修珍大学的校区内 我们在华夏的力量 因为几次扫荡 被削弱得很厉害 埋伏在修珍院校里的暗棋 更是被清除一空 让我们没有办法 从内部刺探到 天赋要绝福的技术情报 而要从外面 潜入盗取技术情报 更是如天方夜谭一般不现实 自从我们之前的行动失败 各大修珍院校 就加强了守备 我们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派人去 但去的人 全都没有了音讯 这么说来 你们对此事 完全没有办法了 不可名状的黑影 停止涌动 发出的声音也不再尖利 信徒们双耳的疼痛大患 纷纷感觉是得救了 唯有长老越发惊恐 因为他知道 自己等人信奉的这个主 并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神 现在的平静 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如果他的回答 不能让全知全能的主满意 接下来他们这群人 很可能都会变成祭祀供品 长老身上瞬间冷汗淋漓 急忙到 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这些日子 我们虽然没能弄到天赋要绝负的技术情报 却有查到 这个小子与客店存在着很深的联系 长老举起手 念了句咒语 一团光运在他的掌心汇聚 化作了一道人影 正是苏木 是他 黑影顿时又剧烈地涌动了起来 声音也再次变得尖利 看到苏木 他就忍不住回想起了 之前那场古怪的战斗 那场战斗 简直是他的噩梦 跟特末的轮回一样 不停地重复重复再重复 最后他不仅是被搞得精神差点崩溃 还被苏木那群人把他的分身干掉 让他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恢复 伟大且全知全能的主 您知道这小子 长老小心翼翼地问 黑影哼了一声 没做回答 长老顿时很好奇 但又不敢问 不过他能够感觉到 黑影在看见了苏木的影像后 散发出了强烈的怨念 祭坛内外不少人 都受了这股怨念的影响 双目发红 心头怨气欲结 想要找地方发现 你说这小子 跟生产天赋要绝福的客电有关系 黑影盯着苏木的影像 冷冷问道 是的 长老将额头触地 更加不敢直视此刻的黑影 他表面上是客电的评测员 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和分析 他跟客电的关系 绝对不简单 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下手 通过他 弄到天赋要绝福的技术情报 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黑影再次想起了之前的事 他派分身潜入青城山的时候 还以为可以很轻松地干掉苏木等人 结果却被两个股神给困在副本中 反倒是成了苏木他们刷经验的工具人 那次的经历让黑影知道 苏木就算不是股神的卷者 在他背后 也是有着两尊股神撑腰的 想要抓到他 让他笑力 谈何容易 确实不容易 长老不清楚 全知全能的主在想什么 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讲 据我们刚拿到的消息 这小子刚从原桥秘境回到青城山 短期内不会出山门 我们也没有实力潜入青城山去抓人 不过 我们可以把他的妹妹抓来 逼他就范 长老又念了一句咒语 掌心的光运一变 又有一道人影出现 正是苏叶 这就是他的妹妹 在青城山附属中学念书 这段时间 青城山的高手 大部分去了原桥秘境 剩下的 又要守护本校 所以 附属中学的安保力量 肯定有所降低 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 我们只需派出高手 在他上学 放学的路上埋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他给抓回来 就能以他为之 要挟苏木就范 去给我们把天赋 要绝福的技术情报偷出来 黑影在心中琢磨了一下 感觉这个计划 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与其方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很好 就照你说的办 如果事情成了 我会给你嘉奖 感谢仁慈的主 长老急忙以投磕地 连磕了三下后 才有小心翼翼地说 只是 我们在被数次扫荡后 人手上面实在有些不足 我会派人与你们会合 天赋要绝福的技术情报 一定要尽快地给我弄回来 还有这两个人 事成之后 也要献祭给我 黑影的语气格外森然 让祭坛内外的人 全都不寒而栗 长老再度磕头 功声高呼 领神指 黑影没有回应 长老等了片刻后 才小心翼翼地 稍稍抬头看了眼 发现黑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消失 顿时松了一口气 又领着信众们 完成了恭送神主的仪式 方才从祭坛中央爬了起来 其他的信众也在这个时候 纷纷起身 收拾 抹去了痕迹后 悄悄地离开了这座祭坛 他们刚走 祭坛上面立刻出现了一片杂草与苔藓 将其覆盖 就算有人偶然闯入此地 也很难发现这座祭坛的存在 同一时间 某个未知的神秘之地 一滩形如烂泥 浑身不停冒着污血的不可名状物 正在费力地吞噬着 刚刚收到的祭品 那道俘虏的技术 我一定要得到 它能够缓解我的痛苦 说不定还能改变我的现状 紧接着 一阵咔嚓咔嚓的咀嚼声 伴随着阵阵惨叫哀嚎 在这个未知的神秘之地响起 除此之外 再没有了别的声音 诡异甚人的 如同地狱一般 青城山修珍大学 苏木回到学校后 只休息了一天 准确地说 就连这一天也没怎么休息 过得很繁忙 他不仅是去课店指导了工作 还帮小妖们办妥了 附属中学的入学手续 附属中学的校长 为此没有少抱怨 别人都是几个学生 几个学生的送来 你倒好 几个班几个班的 往我这里赛 要不是看在你改良了氧气数 又针对修真基础教育 写了多篇文章 就算有文校长和费校长 帮忙说情 我也不会答应 一下子增设这么多版 而到了第二天 苏木便开始在自家小院里 攻读起了个科知识 他虽然在圆桥秘境里 借助众神遗留的神力 让修为突破到了七级丙等 但是各科知识 并没能够跟上 所以他打算抓紧时间 把落下的专业知识补上去 这天 苏木正喝着零餐血牙茶 翻看着单一的书籍 忽然手机响了 拿起一看 是文武兵发来的视频通话 接通后 苏木便看到 文武兵已经出了圆桥秘境 正在北极的前线基地里 文武兵瞧见了苏木手中拿着的书 老脸上面 顿时录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苏木好奇地说 文校长 你们对圆桥秘境的考察结束了 文武兵摇头道 哪有那么快 圆桥秘境大的 超乎我们想象 我是因为有事 才提前出来 等下办完事 还得赶紧回去 顺便我也有几件事 要交代你 苏木忙道 什么事 您说 我听着呢 文武兵讲道 第一件事 你那儿应该有多的天赋要绝福吧 我帮你用购买资格 换到了一些知识和宝贝 已经发了快递 相信很快你就能够收到 苏木连忙道谢 光用购买资格 就换到了知识和宝贝 可是占了大便宜 怎能不高兴 文武兵摆了摆手 示意不用谢 接着道 第二件事 有人提议让你升研究生 被我拒绝了 虽然你的修为 别说当研究生 就是当老师 也绰绰有余 但是你在专业上的知识 还需要加强 我也是这么想的 苏木不仅没有抱怨 反而还很赞同文武兵的这个安排 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 别看苏木搞出了很多不错的东西 但那都是因为开挂 实际上 他还有很多基础课没有上完 这几天里 他耗心费神学习的 正是这些知识 要升研究生 至少得把这些知识掌握 否则光有修为没有知识 当了研究生 还不是要从头学 好在这也不需要太长时间 有课金外挂辅助 顶多干一两个月的书 就能搞定 我猜你也会答应 文武兵笑了笑 为两人的默契高兴 随后他板起脸 严肃地说 这第三件事情 也是与天父要绝服有关 第769章 杀器与攻略 剑文武兵表情严肃 苏木便知道 这第三件事情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接到线报 这几天里 很多邪教组织 都在打探天父要绝服的情报 这其中 又以生命学派最为积极 苏木眉头一挑 生命学派 他们还没完蛋呢 百族之虫还死而不将 何况是一个崇拜邪神的组织 生命学派在国内的势力 经过几次联合扫荡 几乎是被打完了 侥幸逃脱的人 全都转到了地下 暗藏不动 但不能因此 就对他们放松警惕 尤其是 他们在国外 还有不弱的势力 这倒是 苏木点了点头 文武兵接着说 其实早在你拍卖了 十张天赋要绝服后 生命学派就表现出了 极大的兴趣 还往我们青城山派了人 想要刺探客店的情报 都被熊大他们给抓了 可惜没能问出什么 有用的情报 苏木也很遗憾 你们该找我来审讯呢 文武兵没好气地说 我们倒是想要找你 可你那个时候 正在圆桥秘境里 要能出来 我们就不用天天 为你们提心吊胆了 而且生命学派 也吸取了教训 派来的这些人 对他们内部的重要情报 支支甚少 苏木想了想 忽然说 其实生命学派 对天赋要绝服感兴趣 本身就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情报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文武兵点了点头 接着苏木的话往下说 生命学派的目的 是通过基因改造 成为神仙 而你的天赋要绝服 则是通过移植技能 让灵宠变强 两者之间 确实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虽然天赋要绝服 暂时还不能用在人身上 但生命学派 极有可能是想要通过研究它 找到一条运用在人身上的路子 甚至是想要通过这天赋要绝服 实现它们成神成仙的美梦 苏木没有想这么多 不过在听了文武兵的分析后 觉得不是没有这些方面的可能 毕竟在上古时期 就有很多半人半兽造型的神仙 比如西王母 甚至福西女娲等等大神 它们中的一部分 或许就是通过融合了 强大妖鬼异兽基因 才变成的古怪模样 苏木虽然不想变成半人半兽的模样 可要是这天赋 要绝服的一些东西 真能够运用在人类身上 说不定对打开基因锁能有帮助 在他思索的时候 文武兵又叮嘱道 你们在学校要小心 别让生命学派有了可乘之机 放心吧文校长 不管是生命学派 还是其他的邪教组织 只要敢派人来 来一个我灭一个 顺便盘问出情报 让你们可以顺藤摸瓜 扩大剿灭邪教组织的战果 经历过了圆桥秘境里的生死考验后 苏木现在说话 杀法果断 锐气十足 那好 文武兵笑了起来 我就等着你给我们提供情报了 我不在学校的这段时间 有什么事 就去找青老 我们也会做出调整安排 记住 如果邪教组织的人真来了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往学校里面跑 咱们学校里 有的是法阵陷阱和老师在等着他们 苏木笑着应道 知道了文校长 我这个人在该稳健的时候 绝对不会鲁莽 文武兵哼了一声道 信你才怪 之前杀河宇妖主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稳健 苏木为此教区 我也很稳健啊 要不是有鬼母骨猪可以续命 我才不去跟河宇妖主同归欲尽呢 行了 你自己注意吧 文武兵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跟苏木视频说完了正事 便结束了通话 放下手机的苏木 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别看他口口声声说 邪教组织的人来一个 他就干掉一个 好像完全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但那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落在实际 落在战术上 他还是很重视此事的 苏木相信 知晓他客店老板身份的大佬们 都不会泄露这个秘密 但是这并不代表 生命学派等邪教组织 就不能从其他地方 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挖出他和客店的深厚关系 圆桥秘境的经历 教会了苏木 凡事都要先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苏木和客店工厂 都在青城山修真大学的校园里 生命学派等邪教组织 除非是脑子坏掉了 否则绝对不会冲进到校园里 来抓人 抢技术 真当青老和熊大他们 是吃素的 真当青城山修真大学里 就没有法阵陷阱了 真当老师们全都死绝了 开什么玩笑 所以 苏木觉得 生命学派等邪教组织能做的 要么是想办法发展内营 要么是 他在离开青城山的时候设服 要么 就是把主意打到苏叶的身上 毕竟苏叶是在山脚下的 附属中学念书 看上去 是很有希望成功的 抓到小叶子 再用它为制 那我就是想不乖乖听话 都不行了 苏木冷哼了一声 把阿米亚叫了过来 在他的帮助下进行推演 最终制定出了多个应对方案 邪教组织的人只要赶来 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立刻把这些方案 发给小叶子 大地虎王还有跟着 一块上学的小妖们 阿米亚应了一声 是 马上照办 随后 他又汇报了另外一件事 博士 您之前写的圆桥秘境攻略 我已经整理 修改完成 您看什么时候将它发布 先给我看看 苏木在回来的路上 就将攻略写得差不多 这两天里 补齐了剩余的部分后 把它交给了阿米亚 让其帮忙修改措字用词 以及一些数据 一片光影 从阿米亚的双目中投射出来 在苏木面前化作了图文 正是他写的 圆桥攻略 苏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 汉手道 行了 现在就把它发到 客店论坛上面去吧 好的博士 阿米亚当即照办 这几天里 客店论坛 因为天赋要绝福 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除了原有的用户外 还涌进来了很多新人 天天在论坛上面 讨论哪种天赋 要绝福更厉害 各种数据和视频 他们分析的头头是道 相互之间 还是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为此没有少骂架 此外还会来了一些舅舅党 张口闭口都是 我舅舅在客店搞研发 天赋要绝福 就是他参与的项目 我听他说了 反正 药爵最强 也是最有希望在 首轮开售的 你们不相信就算了 我舅舅在客店工作 具体职务就不透露了 他明确告诉我 金雷 这个药爵 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要不怎么还上了广告 没让其他天赋要绝去 甚至还有人说 他的舅舅是客店老板 这个人很快就被 苏慕封号封IP了 我妹妹还单身着呢 你这个假外甥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些舅舅党 相互之间也会争论 互说对方的舅舅是假的 自己的舅舅才是真 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 以及讨论和吵架 让这几天的论坛 非常热闹 以至于苏慕的攻略帖发出后 都没有人注意到 还是在被版主加量置顶后 才被人们看见 咦 这里怎么多出来一个置顶帖 圆桥攻略 祝你在圆桥秘境里 走上成功 卧槽 这是谁发的帖子 这么大口气 还被管理给置顶了 管理收钱了吧 前面是新来的吗 没有看到发帖人是谁吗 这可是苏慕苏老师 攻略组里大神纪的人物 以前副本攻略 就属他写得最好 这次圆桥秘境出现 听说苏老师是第一批进去的人 还立了大功 他写的攻略 绝对值得一看 太好了 我刚申请了去圆桥秘境开荒 这份攻略来得正是时候 人们在议论纷纷的同时 也对苏慕写的这篇圆桥攻略 倍感兴趣 都在仔细阅读 看过之后 他们忍不住感叹 大神就是大神 出手果然不简单 在这份攻略里 详细地列出了圆桥秘境里的 种种情况与危险 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此外 对于圆桥秘境里的灵植 矿产 以及妖鬼异兽 也都有资料图鉴 清楚明白 一目了然 尤其是妖鬼异兽 不仅点出了 他们擅长的攻势方式 以及妖法 还标明了弱点和攻略方式 另外 对于妖鬼异兽身上 哪个部位最好吃 哪个部位好入药 哪个地方可以拿来志气化妇等等 都有着详细的介绍 至于组队 装备 战术等方面的建议 都是常规操作了 看完攻略 人们不得不感叹 圆桥秘境里的妖鬼异兽 居然是这么的好吃 不对 是这么的有价值 难怪客店 针对他们推出了收购任务 北极圈里 圆桥秘境的前线基地 也在第一时间 拿到了苏木写的攻略 他们非常重视 急忙大量印制 派人送到圆桥秘境里 发到了正在开荒的修真者手里 让他们参考学习 大伙一看 这攻略是苏木写的 都不敢怠慢 学得很认真 事实证明 这份攻略 确实很有帮助 在圆桥秘境里面 开荒的修真者们 因为有了这份攻略 真的降低了伤亡 提升了效率 就在全民学习苏木攻略的时候 一群人悄悄地来到了青城山下 第770章 补业行动 出现在青城山下的这群人 正是生命学派派来的 青城山这里 本来就是旅游圣地 游客如知 这群人到了后 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而是伪装成了游客 分散开 在暗地里观察着 附属中学的情况 监视着苏叶的行踪 原本他们是想要 多观察一段时间 以便让行动更有把握 但时间不允许 无论是来自全知全能的主的催促 还是青城山的高手们 即将从云桥秘境归来的消息 都让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的节奏 山下小镇里 移动民宿内 分散了数日的生命学派成员 正聚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 虽然房间的窗帘没有拉上 可是外面的人 看到的屋内情况 是与实际的并不一样 同样的 就算有人能够听见屋内声音 也并非真实 这个房间里面 早已经布下了防侦查的圣物幻术 房间内 一个人端坐在沙发上 扫了眼自己的同伴后 将目光落到了一个干兽男子的身上 枕水影 说说你这几天观察到的情况 他们这帮人 相互兼用的都不是真名 而是从二十八秀中 抽取名字作为代号 代号为枕水影的干兽男子 融合改造的基因里面 有号令昆虫的能力 不仅可以让虫子听从他的命令 还能让虫子化作他的掩耳 所以 在刺探情报上面 这人很有一手 被点名的枕水影 立刻介绍了起来 这几天里 我让虫子接力跟踪苏叶 发现他每天上下学 除了带着一头虎精外 还有一只鼻翼鸟接送 知道虎精和鼻翼鸟的实力吗 虎精的修为 大概有四五级的样子 鼻翼鸟就差多了 可以忽略不计 只是一些青城山的老师 在接送他们的灵宠和亲戚时 往往会跟苏叶一路 房间里的众人齐齐皱眉 这个情况 有点棘手 倒是枕水影提了个建议 不过我发现 这个苏叶很嘴馋 每天放学的时候 都会在校门口的路边摊买点吃的 或许我们 可以从这个方向入手 你的意思是 再吃的东西里面下药 迷倒苏叶 没错 端坐在沙发上的男子 代号为奎木郎 在听了枕水影的建议后 细想片刻 摇头道 不行 在青城山腹中的校门口形势 危险性太大 失败几率也太高 旁边一个啃着苹果 长相明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却偏偏让人莫名有好感的女子 扑斥笑道 每天守在校门口接学生的人里 修真折可不在少数 真要下药 怕是立刻就会被发现 这么烂的主意 亏你想得出来 枕水影脸色一沉 冷冷地哼了一声 有心想要发火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看了眼女子后 她这火就发不起来 只能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行了 有主意总比没有的好 不必这样冷嘲热讽 奎木郎打圆场 在训斥了古怪女子一句后 又问枕水影 你这几天 有让你的虫子 试着进入青城山修真大学里面 去打探情报吗 枕水影回答道 尝试过一次 可是刚进到青城山修真大学的校区 就有一道奔雷出现 将我的虫子烧成了灰烬 因为怕打草惊蛇 我便没再派虫子进去 奎木郎点了点头 手一挥 一片光雾出现在了房间里 正是她这段时间 勘测绘制的青城山下地图 她冲枕水影道 把苏叶每天上下学走的路线 画出来 枕水影立刻照办 灵力涌动间 一条红线出现在了地图上面 奎木郎盯着看了片刻 沉声道 叫门口下要抓人 显然是不行的 好在从腹中到青城山修真大学之间 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可以在路上设服 有人提出了问题 那些跟着苏叶一起走的青城山老师怎么办 我们人数有限 即便是发动偷袭也没有把握 一击将他们全部干掉 万一陷入缠斗 等到青城山派出增援 我们不仅完不成任务 还得全军覆灭 奎木郎道 所以得想办法 在行动之前 先将苏叶和其他人分开 说到这里 他扭头看向了那个古怪女子 这个任务 交给房日兔你去完成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房日兔把肯胜的苹果和一扔 拍了拍手 我在别的方面不如你们 但我的舌头是真的好使 这活儿交给我 正合适 他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角的苹果渣 展示出了 舌头不仅灵活 还很长 奎木郎继续分拍任务 等到房日兔把人分开 让苏叶落单 抗金龙你就立刻吹起圣物 以掩人耳目 不让路过的人看到真相 知道了 代号抗金龙的男子 把玩着手中的烟盒 屡屡烟雾从他嘴巴里面冒出 为这个房间 布下了圣物幻术 奎木郎扫了眼剩下的人 目光锐利 圣物一起 我们立刻抓人 行动必须要快 一定要赶在青城山反应过来之前 把苏叶抓走 众人严肃了表情 纷纷应道 明白 行动要快 奎木郎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说 你们对于行动安排 有什么建议或者补充吗 没有的话 就抓紧时间休息 今天晚上 我们就展开行动 这么着急吗 房日兔微微皱眉 奎木郎瞥了他一眼 冷冷地说 主已经等不及了 如果我们再不行动 下次的祭品就将是我们 听到这话 房日兔不再吭声 其余的人则 悚然一惊 转眼到了晚上 腹中下晚自习的时间 校门口和往常一样 为了不少来接学生的家长 同样也有很多摊贩 在这里卖各种小吃 比翼鸟两口子 早早地 就在校门口等着 看到校门开了 急忙扑上着翅膀飞起来 同时揪蛮揪蛮地叫唤 别叫了 出来了 天天都这么叫 你们不觉得吵吗 小心被投诉 你们扰迷 大力虎王出现在了校门口 吐槽抱怨 在他身边的人 正是苏叶 比翼鸟两口子 狠狠地瞪了大力虎王一眼 然后飞到苏叶身边 一阵揪蛮揪蛮地献殷勤 与同学道别后 苏叶照例在校门口 买了一些小吃 然后坐到了比翼鸟的背上 大力虎王也想要坐上来 遭到了比翼鸟两口子的 强烈抗议与反对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几斤几两 你要坐上来 我们两口子的背脊骨 都要被你压断了不可 还是老老实实跟在地上跑吧 无奈的大力虎王 只能放弃了奇鸟的念头 几个青城山的老师 已经接到了他们的灵宠和亲戚 却没有着急走 而是像往常一样 等着苏叶一起 一切的一切 都跟日常没有区别 大家说说笑笑 走在回家的路上 哦不对 只有大力虎王在地上走 其余的人和金怪 都在天上飞 大力虎王一边狂奔 一边抬头 借着月光 羡慕地看着天上那群飞人 在心里面哼哼着 有什么了不起的 改天我就让主人叫我飞剑 等学会了 我也能遇见飞行 哼 他跟屠山秘密带久了 难免染上了一些中二习气 此刻便忍不住幻想 当自己学会了飞剑后 得是多帅多拉风 正美滋滋地想着 忽然听见一道钟声在耳边响起 紧接着 又传来了一道急促的话语 所有教职工 立刻赶往教务楼会议室 有紧急会议 这个声音带着一种很奇特的魔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就会相信他 不去想他来得有多不怪 哪怕是青城山的老师 也不例外地受了影响 短时间内 难以察觉出问题 紧急会议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啊 肯定是有大事发生 我们得赶紧过去 对对 赶紧走 这些老师急忙就要加快飞行速度 但也没有忘记苏叶 纷纷道 我们带你一把 赶紧回去 不远处的地底下 生命学派的人正通过土盾术 藏匿于此 枕水影通过他的虫子 看见 听到了外面的情况 不禁有些着急 不好 青城山的老师 没有撇下苏叶离开 而是要带着他一起走 还是奎木郎比较冷静 陈生道 别着急 看防日兔的 防日兔没有搭理枕水影 他的嘴唇在这个时候 裂成了三半 就像是兔子的嘴巴一样 舌头在里面灵活跃动 竟是变换成了 另外一个声音 讲到 苏叶立刻返回腹中 校长有钥匙找 同样的 这一句话 也是充满了魔力 让人不由自主 就会去相信 不会怀疑他有古怪 啊 校长有事情找我 那我得赶紧去 苏叶没有怀疑 老师们也没有产生疑心 纷纷说 行 你先回腹中 等我们这边开完会 再去接你 或者通知你老哥 让他来接你 只有一个人 嘟囔了句 奇怪 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 要浪费灵力传音 很快就有人帮着解释 多半是手机没电了吧 没什么好奇怪的 提出质疑的人点点头 不再多言 很快苏叶便和老师们分开 一个往青城山下去 一群往青城山上走 等到他们距离 拉开得差不多了 一直顿地尾随着苏叶的奎木狼 立刻下令 抗金龙 到你了 喷吐甚物